中文字我,硬汗痴,拼出一身痴 流汗血,尋尺深,追尋大意義 KJ,有沒有發現近年在香港,放生動物已經成為了一件多常見的活動? 不僅如此,還成為備受社會關注的一個議題 放生本身是一件善事 但如果大家沒有搞清楚放生動物本身的生存條件和環境因素的話 分分鐘是好心做壞事 就好像亦要在淡水生活的巴西龜,如果將牠們放進海裡 那些小龜分分鐘會因為適應不到環境而死亡 沒錯,相反,如果放生動物競爭力太強的話 隨時會威脅放生地點的原生物,造成生態災難 另外,在受監管的地方,例如水塘進行放生活動 又或者放生期間,令動物受到不必要的痛苦 都是觸犯法例的 放生都已經衍生這麼多問題了 那大家又知不知道,如果在野外捕獵野生動物的話 又可以嗎? 香港有不少家外地區都住了不同種類的野生動物 本來我們可以和牠們和平共處 但可惜有部分市民為了一己私慾 早點暴獸器去捕捉這些野生動物 以下個案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興趣的營業 好, 就那裡了 來吧 這個位置, 怎樣了 做兄弟也算不可以了 我幾天就搬了那個籠回來 待會捉到什麼真禽異獸賣到錢的話 記得請我吃飯 不對, 我打算捉來養 我待會就想捉果子來 我之前想養很久了 捉到也沒用, 又不是拿來賣 好, 幸好我有兩手準備 你這些東西會傷害到小動物 遲藥都變成小豬了 這麼殘忍的東西, 你自己慢慢做 我只想, 都覺得很噁心, 很恐怖 真的不懂, 酒利豬不知多好吃 你還在玩遊戲機, 走得動 走得動 走快點吧, 你好慢啊 你? 行了 我叫你多做些運動 出來走一山 見一下楊哥 不要經常獨在家裡打遊戲 那就沒那麼瘋吧 所以我現在正在走 你這樣走法 天黑還未走到山 還有多久可以休息一下 三、四個小時 喂,Clover 你過來 草叢旁邊有個龍 我怕有動物困住在裡面 不如我們過去看看 好,但你小心點 我怕哪有其他陷阱 放心吧 平時那些地雷陣我也是這樣走 這個陷阱會難到我 走吧 慢著 小心 嘩,幸好你看到那個夾 如果不是夾到我的腳 一定夾不出來 十十歲了 幸好我平時訓練有數 每天都過五關斬六將 我跟你說 就算這個陷阱裝飾 有多天然無法 一眼就看穿它 怎樣 是不是要少少傻 拜我呢 嘩,幸好還未有動物 種這個陷阱 那現在怎麼做 要是拿走那個龍 不要 你都不知道陷阱有什麼機關 我們還是打電話一八二三 叫穴戶樹做 甚麼 快點 那豈不是很久才可以涼冷氣嗎 喂,這裡是老虎山 我們在山中看到有些龍 可能用來捉動物 不如你們派人過來看看 可惜這名行山人士發現 捕獸器 及時通知了朋友 他才沒有被捕獸器夾到 否則後果嚴重了 是的,Bonnie 有一些市民為了捕捉野生動物 不惜非法去管有或使用這些捕獸器 他們通常都會將這些捕獸器 放在郊區的叢林裡面 就好像剛才片段那兩位年輕人 他們其中一個設置的捕獸器 就是俗稱山豬展的似合式捕獸器 這些捕獸器裡面有一個達板的機關 當動物踩到這個機關的時候 兩邊的夾片都會夾住動物的腳 動物被夾住之後 他們都會不斷掙扎 令他們的傷勢越夾越傷 最後有機會他們的傷勢嚴重 無法治療 那就可能需要人道毀滅的處理 其實除了野生動物之外 過去我們都發現過 有些貓、狗、甚至猶人 都曾經被這些捕獸器夾傷過 其實使用捕獸器 極有可能導致動物受傷 而這個行為就有機會干犯 防止殘荷對待動物條例 逆應定罪 最高可以被監禁三年 和罰款二十萬 而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 任何人如果未經許可 他們是不可以管有山豬展 或者捕獸龍這一類的狩獵器具 他們都不可以用狩獵器具 來捕捉任何的野生動物 為者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罰款五萬元 這條條例都將很多野生動物 被列為受保護的類別 市民是不可以去捕捕、買賣、管有 這些受保護的野生動物 為者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罰款十萬元 或監禁一年 依我所知 魚匯處在過去 都檢望各種不同種類的保護器 那這些保護器 大多數會被設置在甚麼地方 根據我們的巡邏發現 這些不法分子 很多時候都會把這些保護器 設置在野生動物經常出沒的地方 例如山坡 或者山邊的草叢位置 又或者會放在一些溪間的旁邊 最常見的保護器 我們發現到一些 暴蛇籠、暴龜籠 又或者用來捕捉果子梨 或者野豬 不同大小的保護器 那針對這類授獵的個案 魚匯處會有甚麼相應的行動 魚匯處一直致力打擊 非法授獵野生動物的活動 所以我們定時會派前線的同事 去到郊野巡邏 亦都加強巡查一些曾經發現保護器的地方 一旦發現這些保護器 我們即時會將它移除 如果證據充足的話 亦都會對維麗人士作出檢控 最後我在此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們發現保護器 千萬不要自行去處理 應該致電1823通知魚匯處跟進 不過如果遇到緊急的情況 就應該立即報警求助 除了保護器 位置野生動物好像猴子一樣 不單改變他們的雜性 更加可能觸犯法例 而未來的星期日 將會舉行香港單車節 我們看看有甚麼要注意 單車這個活動 近年在香港越來越普及 亦都有不少的單車愛好者 是會參與在單車節入面 今年的單車節 規模比往年更大 有四項的比賽 和五項的單車活動 而路線亦都較為複雜 所以在活動期間 警方是會有一連串的交通改道措施 今年的單車節 將會在9月25號 星期日舉行 主要的賽事 會以尖沙咀 梭士巴利道做起點 逃經三碎三橋 由西九龍到新界南 最後折返 梭士巴利道作為終點 為了令單車節順利舉行 西九龍區會在9月25號 凌晨1點開始 會有一系列的改道和風路措施 而我身旁這一節 梭士巴利道 至到岔岩道行一帶 亦都會在凌晨1點開始 全線封閉 在比賽開始的時候 車隊會沿著梭士巴利道西行 轉入九龍公園徑 再駁到廣東道 而在途徑的路段 亦都會在比賽開始之前 逐步封閉 接著 車隊就會沿著廣東道行 轉入柯士田道西 繼續沿著圓方 一帶計道路比賽 最後 車隊就會沿著西九龍公路 往新界方向繼續前進 而在途徑的路段 亦都會在當日 凌晨1點開始 逐步封閉 在單車節當日 除了單車比賽之外 亦都會有一系列的單車活動 在尖東舉行 而我身旁這一段窩地道 亦都會在當日 凌晨1點開始封閉 至於在新界區方面 同樣有一系列的風路 及改道的措施 由凌晨1點 至到早上11點 丁九橋 以及岸旋周橋的九龍方向橋面 另外南灣隧道 及長青隧道的九龍方向管道 將會封閉 駕駛人士 需要使用屯門公路 經荃灣 前往機場及市區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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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上層通道 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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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協助區內居民提升樓宇的保安